各位同学好,现在要讲解的内容是D-7-1-S05 能理解并判读长条图、直方图、折线图等统计图表所表示的意义 现在我们来练习将小美班上数学第三次段考资料来绘制成长条图、直方图或折线图 第一个,我们是以及格跟不及格两个类别 这是两个,类别分成及格跟不及格 计次,我们之前在前面有说过如何计次 这是我们计次的结果跟人数的结果 计次是16人,不及格是9人 我们把它转换成长条图 好,长条图是来表示类别的图形 好,以S轴我们分成及格跟不及格 好,Y轴就是重座标 好,是人数 那我们知道及格的话 长条图就画到16 好,不及格9 这就是我们的长条图 我们要把资料用连续资料来表示 好,一样我们用十分为一组 好,分成十组 好,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料统计在上面了 那直方图应该怎么画 第一个,一样S座标你确定是分数 Y座标确定是人数 好,第一个,0到10分这一组是4人 好,画出来是这样子 好,10到20分是两人 好,那我们要注意一下 直方图的 好,它足与足之间是连续的 没有间隔 好,所以20到30 6个人画出来一样 好,没有间隔 好,再来30到40 3个人 好,来40到50 好,6个人 好,50到60 好,4个人 好,60到70 7个人 好,70到80 好,5个人 80到90 好,是一个人 好,90到100是两个人 好,所以提醒一下 直方图 足与足之间 好,足与足之间是没有间隙的 好,现在我们来说明 折线图要如何画 一样,折线图来表达连续资料的状况 第一个 好,这是我们前一张所讲的 直方图 那我们会从直方图去说明折线图 好,那10到50这一组 好,是4人 那我们知道折线图是以点来表示 那我怎么表示 0到10分这一组 4人我要如何表示呢 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发现 好,我们的点会点在 0到10的中间 是5 好,然后因为人数是4 所以我们会画在5.4 好,那10到20分这一组 我会画在15.2 好,24人数 好,20到30这一组 我会画成25.6 好,30到40这一组 我们变成35.3 好,40分到50分这一组 是45.6 50分到60分这一组 是55.4 好,60分到70这一组 是65.7 好,70分到80分这一组 是75.5 好,80分到90分 这一组是85.1 那90分100分是95.2 好,那这 好,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组终点 好 下线的平均值 例如 好,25 好,25 25是 20加30 除以2 所以是25 好,所以我们再提一个地方 好,那35就是30加40 好,35 好,这就是组终点 那则线图就是把点跟点 点起来 把它粘起来 好,这就是我们画的则线图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下复习 好,那这是小美班上第三次段考的成绩 那我们以直方图来表示 好,那这是我们已经把它分出好的成绩 那直方图画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好,一样S座标是分数 Y座标是人数 好,那我们知道 它是从20到30分 20到30分是一个人 好,30到40分的是3 好,40分到50分是4 好,那我们一次把它画完 好,那我们知道说直方图它跟长条图的差别是 直方图是连续不中断的 好,所以组与组之间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资料是没有间隔的 好,像我们也把资料用折线图来表示 好,这是跟前一页知道的资料 好,那我们知道折线图必须把 好,这里的资料转换成坐标 那我们把坐标写出来 好,好,坐标就是低组 变成25斗点1 好,再来35斗点3 好,45斗点4 好,55斗点1 好,65斗点5 75斗点3 85斗点1 95斗点7 好,那我们再注意一下 好,这个 好,我们要来说明这个 25,35,45,55,65,75,75,85,95 好,那我们知道圈圈中的数字为主中点 好,何谓主中点 就是该组的上线与该组下线的平均值 好,例如20加30除以2等于25 所以25就是20到30这一组的组中点 好,35是30到40的组中点 好,45是40到50的组中点 好,55是50到60的组中点 65是60到70的组中点 好,75是70到80这一组的组中点 好,85是80到90这一组的组中点 那95就是90到100这一组的组中点 好,那我们要把它画成折线图 好,一样我会用 老师先用直方图做基础来说明 因为常常会有人把直方图跟折线图 好,画法会弄混 好,我们来看一下 折线图,好,第一个坐标标上去 好,就在这一点上面 好,所以标的就是在各组的组中点 好,再来折线图就是把点与点用线连起来 好,结果 好,画起来的结果是这样 好,所呈现的折线图是如此的 那这个就是完完整整的折线图 好,那我们折线图 我们上面是为了让同学理解方便 所以老师标示的坐标 实际上,你在看到很多的呈现方式 它不会有坐标 而是它只是把数量提起 好,写上来 好,例如 好,20到30这一组的数量为1 好,次数为1 30到40这个次数为3 好,40到50这个次数为4 好,50到60这一组次数为1 60到70次数为5 好,70到80次数为3 80到90次数为1 好,然后最后一组 90到100次数为7 好,这里我们要为大家整理一下 什么时候可以用长条图 直方图跟折线图 好,一般级模拟考成绩 那如果你要理解的是 好,类别资料 好,什么是类别资料呢 好,就是 像及格、不及格 那这里我们呈现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使用长条图 好,长条图 好,呈现的方式就是这样 好,及格16人 好,不及格9人 那如果我要了解的是连续资料 好,例如 层积分布的情况 嘿,我可以使用什么 好,对,我可以使用 直方图跟折线图来表示 好,直方图跟折线图 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图形 好,下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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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课了